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这儿 是这一条骨头吗 这条 它是锁骨在更下面 凶了 这个不是锁骨 锁骨还在上面 因为颈椎影响的部位 除了肩膀 再下来就是锁骨 再下来就不是它管 不过它已经出来 总不会叫它回去吧 反正我们这里前身都有对峙点 也不怕任何哪里痛 你现在是哪里痛 就这块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条我认为用我们新的点 肩部的内侧点 刚好可以堆过来 因为这里这一条下来就是骨头 这一条应该是比较对的点 我会帮它做 但是如果我从枕骨下来做 它颈椎这里 这一条绝对可以马上轻松 那它这个锁骨在这里 它现在跟我们讲 我比给各位看 锁骨在这里 这里边我觉得也不舒服 这里也不舒服 那这一块就是锁骨了 还是我们管理 那这个还是要处理 但是它不止这里不舒服 它现在一路加码 它是一片的 你现在这里也不舒服 对不对 我就是左半身 好惨 我就知道 这加码下来 大家做完它 我们很多部位都讲完了 所以今天是教学为主 不是一整 所以也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找重要部位 你现在是 对 主要就是脖子 脖子 然后到左胸这里也是吗 对 到左胸也会 对 就到这 这里 左胸好 我顺便帮它做 前面的找怎么样 走后面 所以答案也清楚不过 所以这里一定要找后面 那其实锁骨 一般我 因为如果我没有讲 很多锁骨是没有答案的 我没有骗你们 因为锁骨痛 一般不会想到是 整骨下沿 然后颈椎下来 那我们等一下要帮它做的 就是从这里再按下来 这里它就解决了 那至于下面的 可能还要趴着做 这个如果 我们等一下趴下来看看时间 好 你先趴下来 我先帮你做 这个时候还要按耳后这一点吗 耳朵这一点是 主要是治疗头部 它今天不是头部 对不对 它是颈椎痠痛 还有这里半边这样 从这里栓下来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这一点要不要按 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这一套就是 诊断间治疗 那这个不属于我们管的 就不管它 那我们直接从枕骨下沿 这个疼吗 有点疼 这个呢 有点 有点 这里呢 这里开始疼了 越接近颈椎越疼 这里呢 这也疼 好 这一点疼吗 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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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在按颈椎了 所以确定它颈椎是有问题 这里呢 颈椎接下来也疼 好 这已经更下面了 这一点疼吗 这一点疼吗 我都疼 这里不疼 这里不疼 好 从高井到中井都疼 都疼 好 那另外一边我们再帮它查查看 来 这里疼吗 这里呢 不疼 中间这里呢 这里有一点 好 这里疼 这里疼吗 这里不疼 这里不疼 这里也不疼 另外一侧不疼 痛点在上面 接近枕骨的地方 那这个痛点 我这 帮它按一下 好 好 那这里管理哪里呢 我们先照我们的方式 这里已经管到锁骨 所以锁骨以上的问题 已经都解决了 就这么快 好 那您下来看看 您上面这里是不是有比较松了 包括颈椎 这个地方 我这里没有处理 哈哈 因为这里手骨以下的我还没有处理 我现在是处理到 这一点嘛 跟颈椎 所以它管理到肩膀跟锁骨 极限在锁骨 你这里上面的还有没有不疏 脖子还很轻松 脖子很轻松 脖子很轻松 对不对 但我就这个地方 现在还 这个地方我觉得 这里还有一点点是吗 等一下我再帮你处理 其实它这里是整片的 我觉得它 应该讲的是在锁骨下面整个胸部 对不对 你这里现在很不舒服 是吧 主要在這個地方 脖子這根筋 我覺得好像堵入了感覺 就是僵硬的 脖子這根筋 現在脖子比較輕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帶到這個裡面 沒有錯 因為脖子它可以管到鎖骨 那帶到 這下面就不屬於脖子管 那好 你再趴著 我再幫你脖子這裡重點再多按幾下 你這個很久了對不對 對 很久了 有半年多了 半年多 好 沒關係 好 放著 好 這一點應該是蠻疼的 這個是不會也疼 好 這個也疼 對不對 好 我順便幫你 剛剛講的那個下面的胸部也幫你處理好了 來 你下來 下來 凍在裡面 可以 好 好 這裡疼嗎 這裡疼嗎 對 這樣很 很痠 對不對 對 這裡很疼 對不對 對 這裡疼嗎 這裡疼嗎 這裡一點 疼對不對 對 這裡是不是也疼了 對 好 這裡疼對不對 對 我現在按的就是肩胛骨內側炎 這一點就是今天等一下會教的 這一點就是今天等一下會教的 這裡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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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疼 這裡也疼對不對 對 因為喔 不用問了 他剛剛已經講的白了 他說我整片了 所以我越來越下去一定都疼 所以我現在處理上半部就好 下半部再給你們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以抑診 所以他這個都有問題 我看你這一邊會不會疼 應該不會了吧 這一邊不疼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他下去都疼 所以我現在喔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先把上半部先處理 這一點疼吧 對不對 這裡應該也疼對不對 這裡疼嗎 這裡疼嗎 這裡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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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不是疼 對 好 好 我這樣舒緩就好 好 我剛剛坐的這裡跟這一條 就是針對他前胸來 大家都有意思喔 因為這不幫他做他還是會覺得 我好像沒有做完 來 您再起來看看 你感受看看 現在那個感覺 輕鬆 輕鬆多了 對 對 因為我現在有幫你做到 下面這裡沒有做 下面這裡不講 差不多到這裡 我感覺應該好了 感覺好了是嗎 確定喔 您最後按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 好像一下就把它打通了 對 所以我說這個 你對過來應該就是肩胛骨內側炎 所以我最後是加強那個內側炎 因為我在乳癌的研究上 發現這個按很多乳頭就會感受感覺 所以我原來的肛下肌是管這個乳房的側面 現在他的痛是接近中間 所以肩胛骨內側炎絕對要按 你感覺最後一條 就透徹到前面來對不對 對 就是那一條 我們今天要教的 等一下就會教到 好 謝謝你 好 不會不會不會